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相对来说 那就会变成督促你进步的一个压力 你怎么样去不浪费一个舞台 我自己对舞台的理解就是 我得尽量地去把握好这个舞台 至少让我自己去演完之后不后悔 而不是说我去每个地方都去演一遍 完全单纯只是为了唱一下 我觉得那样会很没有意义 但是你去尽量去准备好自己的每个舞台 让他尽量做到你不后悔 其实你就会慢慢地不会去思考 别人对你的新鲜感什么没有了 因为你自己也会不停地想 创作出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 和自己更想展现的东西 对 然后至于疲不疲劳或怎么样的事情 你没法控制 我相信啊 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不同的人看到你的 你永远要让那个第一次看到你那个人 要让他觉得 哦 你是个好苗子 还好耶 我觉得大家首先礼貌上都会说 很喜欢你就是老师的歌 所以也没有太当真 你怎么去区分那种真的喜欢 还是说礼貌性的表达 不会区分 欣然接受 干嘛要区分啊 我每一次演唱会 我都有独发状况 我那个耳机没声音的 耳机突然有杂音的 或者是发现台上有一些 就是不该出现在台上的一些道具 你都会都会有这种 我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让它顺其自然的存在 对 因为我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是 我好像是在演出 然后那个因为场地的问题 就我耳机里面全是噪音 而且是那种非常刺耳的噪音 就是 但是我得唱完那首歌的 我没办法 我不可能说 不好意思 我停一下 我耳机里面不行 那不行 因为我已经在台上了 而且我都已经假装很沉醉在前奏里了 因为前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嘛 我就在 那啪就突然出现 你没有办法的 你就是把它扛下来 其实前几天的表演也出现了一点点 就把它扛下来 而且极乐定主旺词 是吧 不聊了 就这样吧 对责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没有 我尽力了 而且我真的好拼 因为唱跳这个东西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看词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看了词 你会特别像被抱着的一只鸡 你为什么这么说 抱着的一只鸡 它盯着一个球 你怎么动它 它的头都在那的 所以唱跳一定要被词 我踩牌的时候 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抱着的鸡 我这个比喻真的好有画面感 就自己是一只被抱着的鸡 我就不停盯着那一看 天然那绚丽色彩的灯火 然后唱回来 别再闪躲 就会很丑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演出 所以我踩完牌之后 后面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猛被词 因为我是一个被词困难户 我原来自己的歌 我都经常被不了词 因为我真的不是我没被 我真的被不下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我真的努力被了 马都没 马都没写 马上没 我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是我不被 所以我在这次极乐镜头 就疯狂的被歌词 因为后面又是外来语种 我就说 我千万一定要做得很顺利 很怎么样 然后最后 哇开口 普通话的地方错了 只能说接纳嘛 还能怎么样 总不能说 稍等一下 常错一个词 所以你肯定不敢立这种 以后不会再错词的flag 我一定会错词啊 我不用立 我一定会错词好吗 对 人家这个flag会倒吗 好 那唱错歌 反而忘记动作 现场摔倒和裤子裂开 最怕在表演当中 当然是裤子裂开 你其他的我都可以忍 裤子裂开我该怎么办 又变成了一只被抱住了的鸡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什么 我不 呸 不能立flag 真的出现了这个状况啊 我就不动了吧 反正不动 才是我的舞台常态 没有必要的故事 就是猪子 就是突然像猪子 没有 就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 怎么说起来 也是一段伤心的往事 就是 之前大家都会说 就是我很喜欢你的荒尘都 我很喜欢你的大鱼 很喜欢你的贝加尔湖畔 就很喜欢你的 想升旗白马 你的大拉崩巴 就是我的一些舞台 我好开心 突然就是少管我出现之后 很多人说 我好喜欢你的少管我 我就 嗯 喜欢我的少管我 为什么 就会频频的出现这样的话 我就发现 好像大家把我跟少管我联系的东西 会比较多 那我就诶 那就注册一下吧 因为说不定 万一别人也想注册这个 嗯嗯 不能被别人抢走 所以你没有出这个 少管我中间的打算吗 暂时没有这个 之后还不知道 但至少目前就先 先先 张维基 张维基 说的有点自 先自己注册了再说 嗯 然后 如果要出周边的话 你们会买吗 会是吧 帮他们把这个声音给 没有 还没有这个计划 先不用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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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